哈喽大家好,我是豆豆小师弟 欢迎收看我的单人荒野生存第121期 上一期,我已经把这整个弹簧装置系统全部都安装好了 然后每个弹簧的旁边都必须放上两个感应方块 这样的话系统才能正常运行 至于旁边的两个石头方块是作为辅助方块的 可以拆卸掉的,只是我懒得拆了 现在继续来让大家看一下这弹过去的效果怎么样 我自己是感觉挺好玩挺不错的 而且一直被蹦到天上来挺爽的呀 由于弹得比较快,所以后面的弹簧地图都没有加载出来了 但是这完全不影响弹过来的效果呀 要不咱们再去重新试一下 看一下弹簧能不能全部都显示出来 好嘞,现在天上所有的东西都加载出来了 但是不知道待会弹过去会不会又出问题了 这次感觉好一点了,每个弹簧都显示出来了 但是感应方块就还是没有出来哦 那就先不管了吧,现在直接掉下去 然后确定一下掉落的位置在哪里 确定这个位置以后就可以安装不会摔死人的材料在这里 小伙伴们,你们知道除了水下面垫什么东西 也不会摔死人的呀 OK,掉落的地方就是我现在站着的这个位置了 先敲掉一块作为标记吧 呃,弹簧系统就先完成到这里了 先告一段落 然后接下来咱们还是继续来完善这条过山吃轨道吧 哦,对了,要拆掉岩石路之前 还得在节点旁边放上电石块通电呢 好嘞,那现在我就一块一块地给他们安放上去吧 因为通上电的节点能让轨道的速度提高很多 这样的话我到时候来回就更方便更有效率了 而且通上电的轨道会出现三种颜色 就像彩虹一样超漂亮超炫酷的呀 不过通电了三个节点以后 我觉得得用过山吃头来测试一下这个轨道到底行不行 哎呀,坐上来以后好像一动不动的呀 看来这个起点还不行哦 呃,那现在估计又得来延长一下这个起点了 让这个起点更平坦一点 那就再增加一个节点 然后给它五格的距离应该是够用的了 好嘞,继续给它安装上电石块通电 然后再把小车车给收起来 再重新给放上 呦吼,果然可以哦 一下子就开上来了呀 哎,我怎么感觉 好像通电跟不通电的速度是一样的呀 那我应该是理解错了 不通电的应该是需要按着前进键的 然后过山吃头才能动 通了电的应该就是即使你不按前进键 它也能自动行驶的 后面我就直接从这边 给这些节点都通上电了 而且也是一边拆掉这条岩石路 一边给它们通上电的 这样的话应该效率会高很多 所以等这一条轨道完全都通上电了 岩石路也就没了 那就整一条工程大功告成了 虽然做这条过山吃轨道挺耗时间的 但是远远比不上那一个堂皇装置系统耗的时间 好嘞,最后拆掉这些石头就大功告成了 嘿嘿,现在这条轨道就全部都通上电了 看起来就更漂亮炫酷了 哎呀,忘记把过山吃头给带上了 那就直接在这边制作一个吧 呀呀呀,过山吃香倒是可以制作 过山吃头就还缺材料呢 那好吧,也没办法 又只能开着小坦克从这边过去 然后就从野人部落那边 直接开着过山吃过来 试试一下整一条轨道行不行 嘿嘿,现在感觉这条路确实难走啊 不过我也走了很久了 但是有那两个快速通道 我现在已经开始嫌弃这一段路了 哦,对了 这边好像起点也是不行的吧 估计也是需要延长的 那就把过山吃头给收起来 然后再增加多一个节点吧 哎,要不直接来试一下 能不能开得上呢 嘿嘿,想太多了 果然不行 那还是得下吃 然后这次空上四格的距离 放上一个节点就行了吧 哎呀,过山吃忘记给收起来了 然后要连接这两个节点 手上再拿一个节点就行了 OKOK 然后把最后一块键食块给放上 现在咱们就坐上这过山吃 正式体验一下这条彩虹轨道 呦吼,OK了 完全没问题哦 那我现在正式宣布 这条过山吃轨道正式通行 最后喂一下小伙伴们 你们见过的最长轨道 是有多长的呀